我是譚文豪 花生檔飯食 CY聽褲值 大家聽到的是hkpnut.com 我是周博言 生活態度就是這裡 hkpnut.com Hello 又回到節目了 又回來了 剛剛新精頭過年 大家有沒有去拜神 大家都應該有去拜神 師傅要不要 我自己就 以前我未學八字之前 我就會跟一些太歲論文去拜神 後來學完八字 自己懂得計較詳細的說命方式之後 都很少去拜神 甚至乎現在都沒什麼去拜太歲 就是自己搞定 對自己搞定 我沒有拜神 人玩我也玩 例如我帶街坊團去廟 都照進去 其實每間都差不多 有些廟的功能都不同 有些廟的功能都不同 譬如說 有些有做太歲 有些有做借庫 有些什麼都不做 其實是否有什麼分別 當然每間廟都有自己的主神 很多時候都是曾經顯過靈 所以就在那裡 一些鄉民籌錢去建廟 去紀念一些救人 燒災的事跡 或者顯過靈 所以很多時候 每個神 自己都有不同的功用 變成你拜廟的時候 都可以按照不同的事情 或者求是去拜 每間廟後面有段故事 還有很有趣 站在風水立場 每間廟都有不同的風水角度 因為很多人會有疑問 神、佛等所謂 超脫三界外 不再五行蹤 有否顯得到 其實按照我所知 當無形無相的時候 確實是不受任何的風水影響 你想想神佛那些 他們在天上 根本是沒有形相可言 所以他們是不需要受到五行 山川、河流各樣東西的風水影響度 但是當他們有了間廟之後 當這位神像的法 他投入神像裡面的時候 之後就變成有形有相 一有形有相 底下 整間廟就會受到周圍的環境影響 這樣嗎? 對的 那那些神又為何要投一個相出來呢 他那麼厲害超脫了 就行了 當然這些都是民間的信眾 他希望跟這位神明有所交流溝通 所以就有廟這件事 廟就是用來顯現有東西給人接觸他 因為廟這件事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我剛才說過有些人民的需求 而另一個立場就是因為神明都想做一些功德 而他們做的功德越多 他們更加可以去超升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天上面都有分幾多重天 有啊 你好像上幾集說過 九重十重的 其實九重只不過是一個量數 代表很多的意思 但真真正正的 天上面就是我們所知 十萬呎到宇宙上面 外太空出到去 其實天的高度就很高 只是比喻來的 只是比喻來的 只是想不到 是想不到 那些越清的神 就是他對世間的蜜辱心 和一些情緒 他越沒有了 他就會自己 就會晉升到一個更加高的境界 所以一些剛剛 譬如衛裂仙班也好 或者封了神的那些 沒有來的那些 幾百年的那些 他很多時候都還要在 對我們這個社會上做一些功德 這樣才慢慢會更加揚聲 或者他那一重天還未夠高 有間廟 多些接觸一下人 對 對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變了很多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正常 一個家裡的神櫃 神樓 有很多 譬如三格的意思 上面那一層就會拜神 譬如觀音 佛祖 或者黃大仙等等 中間那一層就會拜祖先 最後那一層就會拜一些土地 好像是 或者一些地主 其實地主來說是管偏才的 所以如果你拜地主拜得好 你自己的家運很容易 有很多一些偏才是得到的 是否說 在外面一間廟 或者家裡的神樓神位 其實都是同一樣東西 不過規模不同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因為一間廟的規模 當然裡面有主神 而他在外面也有一些土地 這樣去幫他打電 因為有時候 一間廟都會有一些 就是 超渡 打渣 或者做一些 功德的法事 這樣的時候 大臣就會在中間裡主理 但是 旁邊譬如一些分衣絲食 做一些 體力勞動的事情 都會交給 像廟外的福德證神 也好 土地神的分衣絲食 真的 一間廟都不是一個 其實 我也好奇想知道 剛才提到廟和家裡的神樓 那個規模 廟又有大小 家裡的神樓也有分大小 例如家裡比較小 你看到有些人放兩層 甚至只有一層 一層有矮 矮的膝頭也有 廟也是 有些有很多個墊 前中後三間 四間都有 有些比較小 還有廟周圍 長腳 都有一些 不同的神仔 更矮的膝頭也有 其實大大小小是怎樣分的呢 好像道理上越大越好 我們家裡只有這麼小的神位 就沒那麼好 其實最重要 我首先講住宅的一些神位 因為其實一個神位都有 神流神位都有風水可言 是嗎 其實最怕就是 把貢神的一個範圍 譬如神櫃 假設是兩呎成兩呎的空間 最怕就是看到一些人拜神 拜到一個小小空間 放了幾尊神在那裡 會搶食 然後放到密密麻麻 一些貢品 各樣的爐 各樣東西 就放到密密麻麻 有些人家裡又不大 又想拜多幾個就值得 有求必應 希望這個不中 每個人都中 這些東西有沒有求必應 就牽涉很多東西 究竟 神像有沒有開綱 有些連祖先都放進去 這些就完全有問題 我說一些正統 其實我個人覺得 各位可以自己去參場一下 我覺得你真的夠信心 以至堅定 其實你拜一個神像已經很足夠 是不需要拜兩個三個 當然有一些準則就是 就是盡量單數 不要雙數 是嗎 譬如有些人去拜 我喜歡福六獸 三樣都有 那就真的拜福六獸 已經三個了 那樣東西三個都可以 因為他們三個是一個組合 就是一個組合 所以這個情況是可以的 是和合二仙的 你是拜和合二仙 當然兩個一起拜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成為了一個主體 有沒有人拜八仙 八仙不是要拜八個嗎 八仙有些會拜八個 譬如我們比較多的 就是拜女祖 不能拆開的 可以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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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組合亂 按他需求去組 很多譬如上樓附機的地方 都是拜女祖 祖師爺 對 所以女祖都很願意去降機 降一些附文 師傅你剛才說 有些人說 他誠心或者什麼 拜一個也可以 那一個 他憑什麼做心水 當然以他自己想 希望的東西 譬如他想求人口健康 可以拜一些藥師佛 譬如他純粹想有一個心靈寄託 可以拜觀音 如果他想追求佛道 可以拜三聖 或者佛祖一個也夠 即是不能貪心的 即是很功能性 因為其實 從那個人拜的神像 可以看得出他的心理狀態是怎樣 一個越沒有自信 越要什麼都貪心要的人 就會越拜越多 因為他看到這個神像有這樣的 拜了之後求這個 那個神像又求到那樣 於是會越拜越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神像有沒有開崗 我之前也說過 看風水的時候 真的遇過一些 我一看神像很不舒服 已經有東西在拜 即是有東西進去了 是的有東西進去了 他一直這樣拜 國家運越來越差 其實很簡單 一問 即是我問他的神像 供奉了多久 他說譬如 以前放在那裡 因為最近也有一個 這樣的個案 我可以分享一下 拜一個 水晶形態全透明的觀音 是 他不久跟了一個 師傅 師傅就在他家見到 他有個觀音 順便跟他說 你既然有個觀音 不如你拿出來 點香供奉 你順便晚上做功課 就可以做 即是師傅上去見過的觀音 是沒有拜 完全沒有開崗 只不過是一件藝術品 放在一些組合懷 即是露點句 多個聲音 那聲音是水哥 大家天天聽 還不用怕 對 然後 接著 就開始 因為 旁邊的枝節還有很多 我先把枝節斬掉 然後 因為師傅上去見到 你既然有尊觀音像 不如你就拿出來 點香供奉 但是 沒有幫他做一個開崗法師 然後 就開始做功課 念經 越念越覺得不對勞 然後 即是越來越差 對 他覺得 越念 那種陰氣越來越重 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他就問我 很簡單 我就說 你師傅這個出法店是對的 但問題是 沒有幫你開崗 那個神像 那個師傅是否道行未夠 因為我想說 很多法師 他們 出心是好的 叫信眾去念經是沒有問題 但是 有一件事他沒有顧慮到 人家一個信眾 可能家裡是沒有彈 沒有一個大臣去做主持 分醫師食 去做一個回向 而我們一個尋常的臭皮囊 即是 又吃雜 又說髒話 又說髒話 我們這樣的身份底下 我們去念經回向 其實是差很遠 即是沒什麼力 甚至乎 可能那些鬼走過來 都覺得搞錯 你自己都這樣 你有什麼資格去做一些 佛 一些法師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做功課的時候 其實很需要 家裡有一個開了綱的神像 做一個主持 師傅你說功課的意思 其實就是 夜晚 即是他們會有 向他念經 他們所謂功課就是 會念經 即是他們會去一個院內 這篇經要念多少 十萬次 就為止 他們每天都會去念經 這些就為止做功課 即是心底不好 或者有問題的心 即是總之很多雜念 走去做功課就變了 即是效果是有的 但就不是那麼強烈 即是別人唸一次 你又唸一百次都不行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經常說 你唸經的時候 很多眾生會快來聽 問題就是 如果眾生來聽完 他肯不肯走 因為既然他停留在陽間的眾生 他某程度上都帶有很多私心 很多貪念 即是他可能覺得 我來到這裡 聽完禮經 我不如逗留在這裡 讓你每天都念 這樣 變成如果你家裡 沒有一個大神去主持公道 或者一個開光的神像去主持公道 因為如果 我做一個比喻 一個家裡是沒有任何神像開光的 另一個家裡是有一個神像開光 這個情況會怎樣呢 沒有神像開光 而是在家裡做功課的 很大機會 你一唸經的時候 四方眾生走過來聽說 舒服 你回向給他 亦都是功德 但是 你唸完之後 你繼續生活的時候 究竟那班 遊魂野鬼 他肯不肯走 這個是沒有人下到判斷 他有機會覺得 我這麼辛苦走來走去 不如我 每天都留在這裡 每天都念 或者 我在這裡已經霸了頭位 那不錯 問題就是 這些陰人一逗留 你家裡 你整個家運都會差 身體差 財運差 還有很多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精神狀況 但是 就算 是不是會開光 他們都一樣 那些遊魂野鬼會來聽嗎 都會來聽 等於我講的之後 第二個個案子 一個家宅裡面 有神像 開了光 變成遊魂野鬼 都會照來聽 因為神明 都會知道 你做念經回向 是好事 他都不阻止眾生來聽 但是 當你念完經之後 這個神明 他醒目的話 他會懂得 勸喻那班遊魂野鬼 快點離開 等於 散場了 你們好走 你們善信 再念經的時候 你們再來 沒問題的 如果同一個觀眾 即是遊魂野鬼 每天都來聽一次 都可以 都可以 但他不會過夜 不會過夜 因為有神明在主持 就不會有這些情形出現 這樣 變成 你的房子 就不會有陰魂 在逗留 而那些陰氣 也不會影響到養癮 那些廟 總之有念經的地方 遊魂野鬼都會過來聽 是的 所以我想說 沒有事沒有幹 不要半夜三間走到廟裡 我舉一間廟 廟街 有一間天候廟 在公園 墊高了 是的 夜晚 如果你們想感覺一下 什麼叫陰氣 不妨 站在門口 12點的時候 站在公園 你在公園找到 即是你越近天候廟 即是不用完全在廟前 不需要完全貼緊廟 你在附近 或者你從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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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那哪一邊才是正門 其實是沒有分的 沒有分的 兩邊都可以 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 類似高台形式的公園 上面就建了一間天候廟 基本上你由誰進口進去 都是怎樣 走到那間廟附近 如果敏感那些 你未走到已經覺得不舒服 說實 那裡真是335岳 什麼人都有 本身氣氛都一般 所以這些就是 陰氣再吸引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不好的東西 又繼續吸引陰氣 這些是一個相互作用 為什麼那間天候廟有特別差呢 這個從某時候開始 我經過的時候 我第一次經過 我已經是發現這間廟 晚上的時候 收了廟之後 11、12點已經是很陰氣 很不舒服 但是怎樣形成 我也不知道 說句不好聽 它日後的香火 真是一般 這個不知道 我日後就沒有去拜過 過年過節 它都不是特別旺 說真的 聖誕節它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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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都旺 那裡 其實就 有些不明白 是不是它 因為周圍的環境 太蠟雜 太多三生五惡 那些事情 人不願 香火不好 氣氛不好 正所謂是否風水不好 它 當真風水都一般 是嗎 即是現在的風水 是的 這麼久的格局 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 我剛才說 現在的風水 其實天后廟 通常都是在海邊 以前是海邊 以前那裡是填海 填回來 那時候應該是面向海 當時的風水 應該跟現在很不同 對不對 一定 因為環境 會改變風水本質 是怎樣 所以我就說 它填了海之後 到現在的區 已經變成一個 蠟蠟雜雜的地方 其實是否 還適合有一間廟 其實也沒有什麼需要 對 老實說 我就沒有理會那種靈感 晚上走過都幾不聚才 說真的 幾不舒服 有沒有留意 其實晚上那個公園 根本都沒有什麼人進去 是的 會是 以前很多導遊 在那裡睡覺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 你進去玩 就 一般的 氣氛 我也是 那次 我半夜來遠 走過 看到這裡這麼不舒服 我特意走進去 再掃一掃 怎麼知道走到裡面 真的不舒服 然後再走出來 那裡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不過古蹟就沒有理由拆掉 始終那裡是標記 我忘記有沒有說過 譬如我們沿海有很多間天后廟 知不知道那些神明 其實好像上班一樣 朝九晚五 如果那間廟 五點鐘關門 天后娘娘差不多四點半就下班了 蛤?會這樣嗎 對 你不要太問 所以太問 他拜神沒用 蛤?會下班 對 很有趣 但怎麼會這樣 不是長住嗎 因為他其實 那間安頓的地方 就是在天上 不過因為他在地上 或者我們人間 有很多間廟 所以他就當… 不知道應不應該這樣說 當好像上班一樣 可能有點像區議員會見市民時間那些 對 他有時候 很有趣 他有時候 會一天去巡幾間廟 看看有什麼善信所求 有時候會一天就長住一間廟 所以我自己去拜神 我都會感覺到那間廟的神在不在位 我才向他拜 哦 這樣 否則我會把工作 打個招呼 就算了 對 給個尊重就算了 哦 這樣 現在時間好像差不多了 下節我們再繼續 好